和女人睡过觉没有啊 睡过 小时候和我妈 这段生猛的台词出自第一部国产黑帮片 而更生猛的 还有拱铃的破尺度演出 以及比无间道还要超前的黑道剧情构想 这么有些憨憨的少年名叫水生 是从乡下来伺候上海谈大哥的女人 小金宝的 伺候小姐可不是容易事 要是在身边的侍从被客人摸了收了小费 小金宝都能从对方胸口一把抓出来 而一小姐相处也不容易 所以水生也经常给小金宝的水里加料 水生此番来到大上海 本是为了投靠叔叔唐六 在上海谈 唐六算是混得风生水起 靠着自己多年的生死拼杀 成了上海谈一等一大佬唐老爷的亲信 也就有了给水生安排差事的资本 在刚来上海谈第一天 水生目睹了唐六和其他帮派的交易 虽说是交易 可唐家的骨干人员一上来就黑吃黑 全程没有任何言语 水生明白 这是个只有你死我活的地方 水生能有工作的机会 一方面是因为唐六的引荐 而另一方面则是水生也姓唐 在看中宗族关系的唐老爷眼中 自家人都能放心用 水生第一次见到小金宝 是叔叔唐六第一次带他去歌舞厅 台上那个色意无双 风情万种的美娇娘 惹得观众不停地叫好 唐六的眼睛也没闲着 一边流着寂觎对方的口水 一边却还说着粗闭不堪的话 演出完毕 唐六把水生引荐给了小金宝 可练习给主子点烟着实让水生犯了难 他哪里经过打火机这洋玩意儿 那笨拙的手法也令身后唐六的脸色 一会儿轻一会儿哄 最后还是唐六结的尾 可小金宝随手一甩 对水生留下的第一印象 也算是差到千里之外了 跟随小金宝的脚步 唐六带水生来到了老爷宅邸 小金宝在前面走着 唐六一面在后面殷勤伺候 一面教水生伺候人的技巧 等小姐进屋 唐六叫水生要时刻站在门口 听从吩咐 眼睛里喜欢看什么 就更加不要去看什么 否则只会让呆板的水生看上去更木讷 所有唐六带水生来到餐厅 老爷正在这里用餐 这是水生第一次看到唐老爷 老爷表面上是一个戴着墨镜的干扁老头 可身上透出的耐骨子威眼 是骗不了人的 分座老爷两侧是他最得力的兄弟 宋二与郑三 宋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所以温志彬彬却也是个口蜜附健的人物 他是老爷身边的智囊 之前黑之类的帮派骨干 便就是他 那位身材有些发福的是郑三 他是老爷的金牌打手 也是个暴力自随 残暴不仁的人 此时 一通电话扰乱了唐六的思绪 电话那头是能和唐老爷平起平坐的鱼胖子 虽然接起电话来老爷谈笑风生 但两人面合心不合 时常会在暗地里互相较劲 鱼胖子这次可是来兴师问罪的 宋二因为一点小事弄死了对方手下 为了替二弟收尾 老爷不得不走上一趟 快步离开时 老爷在唐六的引荐下 头一次见到水生 单一只是看了一眼 连个招呼都没打 就匆匆离开了 老爷临走前 看到了自己花样的小妖精 对付男人 小金宝真是颇有一套 让老爷摘下戒指送给自己 表面是为了防止他送给别的女人 实则是为了堆砌自己的百宝箱 小金宝太明白自己的地位了 他要尽可能地多榨取对方 好让对方再踢走自己钱 攒足资本 水生这边 他的仆人生涯开始的一点也不顺利 因为捋犯错误 被小金宝责罚 自己骂自己香巴佬 他还冒失地打碎了镜子 气得小金宝不停地讥讽水生 还洋洋要教训他一顿 等水生和小金宝回到他的住所后 眼见唐六要离开 水生当即拉着叔叔 说什么都想拒绝伺候难缠的小金宝 但叔叔一个巴掌打醒来 还在迷糊的水生 想出人头地的 哪个不是吃了成沉的苦水 唐六是这样闯过来的 他要求水生也必须是 当晚 水生睡着了 小金宝就前去私会情人 此人正是宋二 不知小金宝对宋二究竟有几分的真情 或许眼下的风花雪月 不过也是小金宝 常言于男人间的逢场作戏 一日清晨 水生开始了伺候小金宝的新一天 这当头一棒便是因为 拿衣服红绿不分 换来了小金宝劈头盖脸的谩骂 而这也换来了水生的一口唾沫 台上的小金宝依旧唱着舞曲 依然是那般搔手弄姿 不过今天的观众却多了个鱼胖子 眼看台下唐老爷和鱼胖子 如此的兴高采烈 似乎昨天的那点小过节 早就风轻云散了 当晚 水生看到灰溜溜离开的宋二 在偷窥到小金宝依观不整的模样 就知道他们是发生了矛盾 可以仅仅是这样 水生对面前发生的一切既不会发言 也不会表态 更不会告诉唐六 他只是透过门风静静地看着 像一个旁观者 这水生的故事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眼瞅着到了第三天夜里 今天舞台上的小金宝明显情绪不高 到了晚上 也早已沉沉睡去 但门外的吵闹声 以及那带血的利刃 着实让水生吓了一跳 推门看去 只见血泊中躺着几具尸体 其中就有自己的六叔 水生难以自控地拼命叫着 却被一双大手捂住了嘴巴 在开始 腹部中了一刀的老爷缓缓走了出来 指着水生来了一句 水生虽然含傻 可老爷这话的意思水生明白 这话是点醒他的六叔死的冤屈 希望终有一天 水生能替六叔抱着血海深仇 原来 当晚是鱼胖子做局 趁唐老爷不被来个夜网打尽 结果唐六挺身而出 替老爷挡了一刀 江湖人替江湖是两肋插刀 在江湖人眼里不过是家常便饭 为了避其锋芒 老爷决定连夜带着家眷跑路 并且还带上了这个只见过两面的水生 他们一行人乘船 来到了一个偏僻小岛 老爷还颁布了死命令 凡未经允许上岛下岛者 格杀勿论 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爱怕酒楼风生 如今在上海滩 唐老爷已经是秋后的蚂蚱 自要处处小心 照顾老爷一行人饮食起居的 是住在岛上的寡妇翠花嫂 他还带着个名叫阿娇的小女儿 不过老爷的手下对他们也有防范 送过来的饭羡慕忙着给老爷 得让小女孩先吃两口才行 而这样清新寡欲的日子 小金宝是一天都过不了了 他没事就和前来送饭的翠花嫂聊闲 直言着展向标志的小阿娇 不像土里土建的翠花嫂 还假目假式地想把阿娇认作干女儿 可翠花嫂一见对方的轻挑模样 只有近而远之 到了晚上 无聊的小金宝寻得一件趣事 在翠花嫂的住所里 他看到翠花嫂正在和一个男人缠绵 身后服侍小姐的水生也凑了过来 但小金宝打发了水生 随后开着玩笑敲打翠花嫂房门 门开之后 面前是手足无措的翠花嫂 卧室也出息不意地藏了个男人 小金宝管不住自己的嘴 当晚就把这新鲜事告诉了老爷 可哪知小金宝的一时兴起 却助成了大错 小金宝在第二天换上了一身农妇打扮 来与水生和阿娇找乐子 听阿娇唱起了《摇到外婆桥》 引起了小金宝的共鸣 他想到了小时候的外婆 而眼下外表艳丽的小金宝 原来也出生于农人家里 虽然两人越唱越齐心 但是歌正确的小金宝看到 合理的死尸后 戛然而止 这死尸就是之前的翠花嫂私会的男子 因为破了老爷定的规矩 所以才被杀 为这事 小金宝和老爷还大吵了一架 可要怪也只能怪小金宝舌头太长 多嘴惹了麻烦 自觉有罪的小金宝 突然退去了往日的光彩 他望着河边高高的芦苇 和水生聊起了曾在乡下的过去 那时候的小金宝 也是如今他自己口中的香巴佬 只不过是祖坟上冒了青烟 结识到了老爷 这才来了上海滩 小金宝将几枚银原塞给水生 嘱咐他早日回乡下去 上海滩并没有别人眼中那么风光 此时 这两个香巴佬也终于焦了一次心 这银原摸在手里虽有些冰冷 可水生的心里却热乎乎的 他开始证实这个刁蛮任性的小金宝 那是一个华丽外表下的七星灵魂 是一个金玉其外 苦绪其中的可怜女人 小金宝来到翠花嫂的住所 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地打哈哈 可实际心底里却是说不出的歉意 他要认阿娇做干女儿 不过这次他是认真的 看样子 小金宝想包办了这对穷母女今后的生活 面前的翠花嫂并不知道他的男人被杀 年年翠花嫂越是憧憬幸福 小金宝也就越愧疚 时间一晃 距离水生来到上海他已经过了七天 也正是这一天 老爷看到了小阿娇 老爷不自觉地称赞孩子 和小金宝当年一个模样 而老爷此时私下盘算什么 想必也只有小金宝知道 老爷摆了一筹酒宴 今天宋二和郑三都会登岛 晚上 吃坏肚子的水生在芦苇荡里方便 没想见 却听到了周围稀稀疏疏的对话 对方话里话外的意思 是要杀小金宝 而动手者 居然是宋二爷 听到消息的水生连忙奔向老爷房间 眼神撞见了打麻将的几人 老爷问其原有 水生称 有人要杀小姐 老爷在寻找水生目光望去 不悄片刻 已经心知肚明 当年在场众人瞠目结舌的是 对于宋二要杀人一事 老爷早已知晓 今天找宋二进岛 实际就是一场鸿门宴 面对一脸问号的小金宝 老爷道出了来龙去脉 原来宋二早就背叛老爷 和鱼胖子有私下交易 上次为行刺一事 就是两人的合谋 宋二此番登岛 也消消带了两传人 目的不单单是要杀小金宝 而是要将老爷连根拔起 并取而代之 同时 老爷并没有在上次被词中受伤 都是营造给宋二自己 密目久矣的假象 除此之外 老爷还命家中失业 戳破了宋二和小金宝私通的事实 对此 小金宝倒不像是宋二这般紧张 反而一脸轻松地当着老爷的面 说起了自己和宋二曾经的比翼双飞 听完这话 最先激动的不是老爷 反倒是宋二 事情到了这个分上 谁是刀组 谁是鱼肉 早已一目了然 老爷依旧是笑得最欢 面对宋二的咆哮 小金宝还真就没忍住流下了泪 或许在女人心目中 哪怕知道自己只是逢场作戏 但还是希望有那么一瞬间 能遇到自己的真爱 可小金宝还是命苦 在没等到那个真命天子时 自己就香消玉允了 在雨夜里 宋二和小金宝将会面临被活埋的命运 临死前 小金宝希望老爷不要碰阿娇 可全身代孝的老爷对此疏难从命 他明确表态 自己将扶持阿娇成为下一个小金宝 此时水生看到即将丧命的小姐 不由地怒从心声 随即他为了保护小姐 冲向了唐老爷 然而他阻止不了任何事情 一日天明 水生被吊起来挂着 在他面前 老爷正拉着阿娇的手 说起那上海滩的荣华富贵 而对于被吊起来的水生 老爷唏嘘地讲起了该如何养狗 就是要多调教 狗才未听话 就在此时 当初小金宝给水生的银员 悉数掉进了河中 也伴随一句 摇到外婆桥的背景音响起 影片戛然而止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是张一模于1995年拍摄的电影 虽然由于主题的模糊 导致本片过于冷门 但戏久起来 本片还是有不少令人折服的地方 演技上 孔孽的表演无需多言 依旧是平堂级别的沉稳 而水生的扮演者 虽然贡献出了面摊式表演 但也符合水生这一工具人的形象 有一些波乱反正的意味 而其他的配角也都是国宝级别的 譬如李雪剑老师 在观看小金宝表演的那场戏里 简单的几句言语和表情 就把唐六对于小金宝的那份 既想得到缺悟不屑 既有寄于缺癌胆怯的心理 表现得妙致豪颠 也会让人不由地感叹 这才是表演 其实导致就是想借助七天发生的事情 来表达一种人生的轮回宿命论 以水生的主观视角来处理了倒挂镜头 我的理解是这里将是此轮回的终点 以及将是下个轮回的起点 这种轮回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弭 真正消弭的 也只是那些轮回中不起眼的尘埃 阿娇将是下一个小金宝 而水生也将会是下一个唐六 古人将日月活水金木土依次排序 七日一周周而复始 可谓小小了这区区一周 他凸显了血雨腥风的跌宕起伏 招式了灯红酒绿的新老交替 更承载了双头捡水的少年梦碎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最终能留下的 可能也只有那曾能摇到的外婆桥 一丝纯真 一抹安逸 远远看去还是那时最美 一目十影 与你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